好 帶您關心 受到大雨的影響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這一整條街 直接變成了一條小河 光是摩托車騎士經過呢 也只能小心翼翼涉水而過 地勢低蛙的地區 你可以看到它插了這個 看似淹水淹了幾公分的牌子 大家家門口都變成了小池塘 居民無奈只能等水退 地點呢就在台南的仁德 明安路二段這邊 下午呢水淹了大概是15公分這麼深 車輛經過的時候都漸起了不小的水花 而且巷弄都變成了小河 許多的居民呢 就怕自己停在門口的愛車泡水 都趕快把車子先開到別的地方 來保護愛車 那來看一下第二個畫面 受到這個封面的影響 其實北部及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感覺說這幾天幾乎都泡在水裡呢 本週的第二波春雨封面已經報導了 而且昨天全台各地其實都有降雨 尤其是中南部的雨勢更加的驚人 但是今天跟明天才是這個降雨的高峰期 預計呢要在明天入夜之後 雨勢才會有所趨緩 而且呢受到這個雷雨包的影響 氣象組下午呢 其實有針對高雄跟屏東地區 發布了大雷雨的訊息 也提醒民眾呢要慎防這個豪大雨等級 或是雷級以及9級以上的強陣風 也要既定要避免前往河邊跟溪邊 因為要注意會有溪水暴漲的狀況 雖然前幾天的降雨呢 帶來豐沛的雨量 讓我們其實全台灣各地的水庫 都解渴了不少 但是呢專家就提醒了 這個解渴跟離治災也是只有一線之隔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畫面 您可以看到這個路邊的大樹 現在全部都拉起了封鎖線 放上了三角錐 這個是在高雄市一名理性男子 今天早上10點多的時候 在鳥松區的陳青湖風景區 他散步的時候 沒想到一旁的露樹卻直接倒下來砸到他 救護人員到場的時候 發現這名理性男子的頭部跟腳部都有撕裂傷 而且腰部還骨折了 但是經過送醫之後還是宣告不治 台水就表示說呢 根據氣象署的預報 今天明天在高雄地區 還是有可能發生了強降雨 所以為了避免漢市發生 從今天開始到5月3號 這個要豐原一週 另外呢 他們也要清理這一些 有可能會倒下的其他樹木 因為在中部的彰化線 其實同樣也是連日的大雨不斷 在分原鄉的張南路一段 今天中午就發生了 有一棵樹也是同樣倒落了 沒想到是砸到了 正好騎車經過的一名郵差 消防局接後報案的時候 是趕快了破壞器材把他救出來 沒想到呢 是到醫院之前就判定死亡了 所以提醒民眾 這個雨勢 這一波雨勢跟對流系統 還是會持續的影響到台灣 預計呢 要在禮拜六 也就是明天入夜之後 降雨才會有所趨緩 出門在外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留意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